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最小限制的石缸燃油修剪是什么意思? 这是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通常适用于所有汽油OBDR车辆。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来自马自达、路虎、捷豹、斯巴鲁、福特、宝马、道奇等的车辆。 尽管是通用的,但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年份、品牌、型号和动力总成配置而异。 存储的P02BF代码意味着,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在特定的发动机器缸,在本力中为Number10气缸中检测到非常浓的状况。 PCM根据需要利用燃油调节系统来增加或减少燃油输送。 来自氧气传感器的输入信号为PCM提供了调整燃油调节所需的数据。 PCM使用喷油器脉冲宽度调制中的变化来影响空燃比变化。 短期燃油调整是由PCM不断计算的。 它波动迅速,是计算长期燃油补偿的关键因素之一。 每辆车都有在PCM中编程的最小和最大燃油调整百分比参数。 短期燃油修正的参数比长期燃油修正的参数规格要宽得多。 燃油调整量的小变化通常以正百分比或负百分比衡量是正常现象,不会导致代码P02BF被存储。 最大燃油修正参数正或负通常在25%的范围内。 一旦超过最大预值,将存储此类型的代码。 当发动机以最佳效率运行且几乎不需要增加或减少输送到每个气缸的燃油量时,燃油调整率应在0%至10%之间。 当PCM检测到稀薄的排气条件时,必须增加燃油量,并且燃油调整量将显示正百分比。 如果排气太浓,则发动机需要的燃油更少,燃油调整率应为负百分比。 另请参阅,有关燃油装饰的所有信息。 OBDR车辆将需要建立长期燃油削减策略的模式,这将需要多个点火循环。 如OBDR扫描工具所示的燃油修正图,自DTC的严重程度是多少,P02BF应该被列为严重,因为燃料条件丰富可能会导致许多驾驶性能问题和催化转化器损坏。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P02BF故障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发动机性能下降,燃油效率降低,发动机启动延迟,存在存储的浓排气代码也可能存储了失火代码。 代码的一些常见原因是什么?造成此P02BF燃油修正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喷油嘴不良燃油压力调节器不良氧气传感器故障空气质量流量MAF或齐管空气压力MAP传感器故障 有哪些P02BF故障排除步骤?如果存在于MAF或MAP相关的代码,请在尝试诊断此P02BF代码之前进行诊断和修复。 我将从对喷油轨区域进行全面检查开始诊断。我的重点是燃油压力调节器和燃油压力调节器的真空源如果适用。我会检查调节器是否有泄露迹象。如果调压器的内部或外部有气体,则怀疑它已经失效。 如果在发动机舱中未发现明显的机械问题,则需要多种工具来继续进行诊断。诊断扫描仪,数字福特,欧姆表,DVAM,带有适配器的燃油压力表,可靠的车辆信息源接下来,我将扫描仪连接到车辆诊断端口。 我将检索所有存储的代码并冻结真数据,然后将其全部写下以背后用。现在,我将清除代码并试驾车辆以查看是否被重置。访问扫描仪数据流并观察氧气传感器的运行情况,以查看是否确实存在浓排气条件。 我喜欢将数据流缩小为紧包含相关数据,这样可产生更快的数据响应时间和更准确的读数。 如果存在实际的复排气条件,步骤一使用燃油压力表测试燃油压力,并将其与制造商的规格进行比较。 如果燃油压力在规格范围内,请继续执行步骤二。 如果燃油压力高于最大规格,请使用DVAM测试燃油压力调节器电路以及调节器本身。 如果是电子的。 在使用DVAM测试DVAM的电阻盒或连续性之前,请从电路上断开所有相关的控制器。 如果不断开控制器,可能会损坏控制器。 修理或更换不符合制造商规格的系统电路或组件。 如果燃油压力调节器是通过发动机真空制动的,则如果燃油压力过高,应将其更换。 步骤二。 应当定期重复听到卡搭声。 如果没有声音,或者声音是断断续续的,请怀疑所涉及的气缸的喷油嘴有故障或被堵塞。 两种情况都可能需要更换喷油器。 步骤三大多数现代燃油喷射系统都为每个燃油喷射器提供恒定的电池电压,而PCM在适当的时刻提供接地脉冲,以完成电路并导致向气缸喷出燃油。 使用Devarm在PCM连接器上测试喷射器脉冲。 如果PCM连接器上没有接地脉冲或恒定接地,并且没有其他代码,则怀疑PCM有故障或PCM编程错误。 注意,在测试,更换高压燃油系统组件时请小心。 注意,在测试。